提到的2050元年計劃裡面很重要的一個指標,就是中下西路的交通減量 那我們是覺得是說,這個東西為什麼沒有被提出來呢? 重點在於是,你如果交通減量的話,其實都沒有這些困擾 就是所謂的三金要不要移壓美門這些困擾 那在最一開始的時候,工作方案裡面的時候 以前教授就已經提到的是,是否可以等待交通改善的時候再做這個計劃 但這些都是市政府一直說,不行不行 那我們不知道為什麼,到底為什麼不行 我身為一個台北人,我一家三代在台北已經住了超過70年了 那我們等得起,我不知道為什麼市府等不起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其實我們有提過一個就是,市府可以成立一個關於交通方面的一個專案的小組 那一起來談論交通這個部分 不是一直就是由文化方面的人去研究交通,這其實是很奇怪的 對 再補充一點,就是我們認為說文資審議委員的權責應該是要先決定說 到底下一金它,至於北門中間這個現代化的平均 它到底有沒有原子保留的那個價值 然後確定之後,我們再討論說到底,如果它要原子的話 那入行應該再來怎麼配合 因為我們今天提出的方案就是一個可能的方案指引 它並不是唯一的方案 那既然我覺得民間都可以提出很多 過去我們工作方也開了很多事業,提出各種不同的方案 那既然它有這麼多可能性的話 那為什麼不能有更多的時間好好來思考 那我覺得還是回歸到說到底山景它有沒有那個價值 它到底我們在原子保留那樣的價值 希望各個文資委員回到文資價值本身去思考一下 因為我們覺得說交通的方案,只要去想 它絕對是可以想不出來的 不應該以交通為前景去考量說到底山景它 要不要配合交通為前景 我覺得這樣其實是跟文資審議委員會的一個精神事項衝突的 好,謝謝各位 好,非常謝謝兩位的方案11的陳述 也希望就是說讓各位委員能夠有實際的這樣了解 好,那我們今天還是回到我們經過兩次的討論 今天聚焦在方案2、方案5跟方案11 那麽我們在座的委員 請給我一條 針對這個三個方案 可以叫做一個指教的地方 請 佩蘭欣 這個討論之前 我提醒一下 那個 北面第一優先事我滿讚成的 但是這張圖也可以 或者文化學的圖也可以 這邊有很大的疑問 剛才的圖 剛才的那個民間團隊的圖 都可以,哪一張都可以 這個 他們的附診或的位置 好像那個山頸的後面 但是文化學的一個簡報裡面 附診或的位置就是這邊 所以很多圖不準 因為文化學用的圖 就是清早時代的 好像那個繪圖 從那邊套上去的 我想這樣的都不準 所以這個到底 到底 溫診的位置也不是很清楚 到底溫診的位置多大 還有另外一張圖 那個市中府的那個計畫 溫診縮小 縮小 還有前面又附診 我想這個 那個 北面是 那個 國家制定的 古蹟啊 那個 國家籍的 古蹟啊 不要假的那個問題 不要假的 這樣 我想這個提醒一下 一個 我的意思 每一張圖都不準 每一張圖不一樣 這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那怎麼決定呢 這個 先我說一下 我想是這樣子嘛 就是 包括剛剛仙兒老師講的 這個底圖 跌圖 或許有誤差 我想這個東西 當然就是 都可以屬於這個 文史資料的研究吧 那我今天談很多事情 我個人的感覺 是兩點 我們談的很多東西 其實都見樹不見米 第一個 第二個 我還是表達我對 作為一個台北市的市民 不同的聲音 然後在 在政府單位要 要凝聚共識 這件事情 我覺得難以忍耐 大家都知道 剛剛最早的時候 那個明天團體也提出來 台北火車站這個計畫 在1908年就啟動 現在已經快30年了 我想任何人 有做好個30年 當然還可以再研究 再做30年 可是我覺得 對於台北市民 不管是年輕的或老的 我覺得那都是 難以忍受的部分 同樣的情形 如果我們比對很多國外 類似這種重大的文史議題 也是有很多不同意見 可是就有一個方法 來得到一個結論 那 我還是要講兩點 我覺得這個 台北火車站這塊的 這個渡入計畫 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台北的核心區 交通轉運 其實就在這裡 我之前也表達過 就是比對世界各國的 這個交通轉運的枢紐 所謂Transportation Hub 其實台北市目前的狀況 相對來講是 它的公共運輸系統 跟載客量 包括這個 五鐵共購 互相轉運 其實是 我覺得是值得 台北市民驕傲 那我這樣講就是說 紅今天在談古蹟 沒錯 希望說在同樣一個計畫裡面 可以把很多事情 做一次整理 可是不要忘記 這個計畫的緣起 其實是在處理台北 交通運輸的轉運 公共空間 跟朝向這個 大眾運輸系統的使用 這個方面來做 那當然在這過程裡面 這個北門啦 這個 郵局啦 這些古蹟 都開始呈現出一個樣態 我覺得這個是好 我自己認為說 北門 在台北市 不管是歷史或空間的這個 脈絡裡面 其實它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節點 那 如果類比的話 它可能像巴黎的羅浮宮 或是波斯特 如果我這樣講的話 容我講 一句評語 我覺得這個 方案十一 是非常拙劣 因為任何人看也知道 你做一個重要的古蹟 或歷史建築 它要課擊 我先不談這個是八線道還是四線道 如果把任何一個東西放安全道裡面 其實 是沒有任何 對任何人來講 是沒有任何興趣去跨越的 何況我要先 跨越一個三線道或四線道 到這個城門 然後再跨越到那邊 所以 先不談交通 我覺得從那個 人本主義來講 來看那個 整個 空間的分配 交通 古蹟 跟這個其他分配 我覺得是 非常糟糕的 如我這樣講 因為我個人 事實上是 已經從業三十多年 然後在學校教這個 建築跟都市設計 也教了二十多年 我 我必須坦白的講 這個是一個非常卓劣的設計 所以我現在講 事實上我都沒有討論古蹟的事情 我覺得就是 對我們市民來講 一個特定區域或一個空間 我們當然是希望所有事情都可以堅固 我個人其實在過去工作經驗裡面 對交通部門所提出的分析或看法 我常是有意見的 可是對這邊來講的話 我其實是 一方面是尊重專業 二方面 我也體認到 在中校西路 這個 尖峰或離峰事情 必須要被處理 因為 衣食住行這四個事情 形勢動態的 我們可以朝向 不要說2050年 2030年 開始把 這些交通量縮減 我覺得這都是一個對的方向 可是就是說 現在交通的估計 跟安排 是以線化為準 我們可以未來 削減車道 變更多人行道 可是 目前這個火車站這邊 因為的確是一個交通的樞紐 其實 如果讓交通 發生困難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不治的 而且 任何市民 其實都有個經驗 不要說這個 中校西路或中華路那邊有交通事故 對不對 我平時是當作避免 從那邊進出 因為中華西路 過去那麼多爭議 說起來就是去 提供大眾運輸系統 以公車為主 交通量也是非常高的 所以雖然我們在一個狀況下 希望說 縮點它有交通量 要改變它路行 可是 容我講這件事情 我覺得 我覺得不是說說就算了 我覺得我們這個 專業跟空間的路設計的概念 我覺得要同時來處理 以上 好 謝謝委員 我們其他委員 還有委員 來思考 呃 林中銘以文字委員 身份第一次發言 這本 35年了 這本文字法 我認為是一群意見領袖 文字專家寫出來 現在台灣能夠用的 相當好的一本文字法 35年了 因為很多人協助使這個報告 越來越好的議題 第二點 今天沒有假議題 都是真議題 文字審議真議題 都市發展 真議題 交通安全 真議題 基本上 拆解 一致 重組 再加上 要採用避震的方式 如果有一天 當這個會議室的人都不在的時候 有人決定 山景倉庫要回來原來的地方的時候 避震就是應對這個事情 為什麼說大家要尊重文字法 因為文字法寫得非常清楚 歷史建物可以 然後 在104年12月21號 在文化局的會議當中 清楚的說明 請看二之二 有關文字 有關文字 保存的觀念 先移也是一種保存方法 這是一個正式的會議記錄 2004年文建會 現在的文化部的前身 有一個計畫 首都文化園區 都發局在都市發展的原則規劃的時候 這個是我們最尊重的一個計畫 這個計畫已經十一年了 清楚的說 城 城內 台北 當時每個點都考慮到了 包含土銀館 右邊的 現在是特徵組的三井珠 是灰色的本部 全部包含在內 台北 是誰的 台北是大家的 包含外國人都來過 所以城內重要 各個階段的發展 都是記錄 我們尊重 1853 1870 關鍵的17年 各位 在那個17年 為什麼Hausman 要用大幅度來修正巴黎 因為屬疫 因為災難 因為巴黎當時是一個品質惡劣的城市 所以這個17年 關鍵的17年 巴黎做了一個 史上對大的都市更新 就成就了今天的巴黎 各位 150年了 其實 路沒有太多的修正 巴黎今天在歷史的定位 大家都知道 可是走過這段路 談到歷史建物 談到古籍 我以委員的身份 我清楚地說 其實我不是很關心 遷移或不遷移 我最關心的是 經過整治之後 它是不是一個好的文化環境 去過巴塞隆納的人都知道 有一半的人去聖家堂 一半的人來這裡 這是什麼 這是現代建築的經典 它大概只有移了五公里而已 因為它一開始興建的時候 是在巴塞隆納的博覽會 博覽會結束之後 西班牙人 尊重德國人 把這個Miss Bandero的巴塞隆納的Pavilion 移了真的五公里而已 然後呢 德國博覽 柏林的國會 它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古典建築物 可是德國人尊重古蹟嗎 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 可是它在靈活運用度 它的屋頂不再是不透明的屋頂 是一個綠建築 而且你走在上面 可以看到底下 柏林國會在開會 日本很清楚的 我舉四個例子 都是遷移為調 移至再一回為調復原 原因是要成就一個好環境 在紅前城天守閣 它有沒有有意義 這裡都是重要的歷史文獻 爭取時間下一段 長期出島的復原 因為海岸線變了 所以呢 這個維調復原 成為一個相當好的文資環境 左賀城本丸玉殿的復原 它的幅度相當的大 為什麼每一段時間 在做文資保存的時候 有不同的維護方法 這是個學校 用這樣子的規格 台北市府會用這樣子的規格 來尊重山景 倉庫 高雄火車站移了82公尺 為了什麼 為了新的高鐵 為了新的交通環境 這個是個好案例 因為我們文資法守了35年 台灣人做得相當好 這個是台灣大學 因為他要做一個新的會議中心 因此請這個以前的藥學系的藥學館 往北移了22公尺 今天各位路過去看 我覺得很成功 然後呢 我很喜歡這個案例 就是我剛才說的 我其實覺得 疑或不疑 是要討論 可是我最關心的 疑了或不疑之後 你要怎麼用 這個是文化局的業績 歷史 可是呢 現在 成為一個好的書店 它有活動 這是我最關心的 所以我很喜歡文化局的概念 叫記憶倉庫 因為博愛路 因為重慶南路跟這裡 把書的活動跟山景連在一起 我覺得是個很好的做法 台灣博物館同樣的 它是古蹟 古蹟真的是 照這一本書完全不能動嗎 其實不是 因為這本書 裡面有一條 如果結構安全 由於經過審查 當時這個審查是 李前朗李委員 他同意做一個新的方法 使今天台博館變成一個好的博物館 同樣的在台博館的對面 土銀分館 這些都是成功的台灣案例 它是一個古蹟 可是裡面呢 不是只是看殼子 它現在是台北最好的一個自然歷史博物館 基隆八斗子 就在這裡 它有什麼證據 它有1930年代 日本人做的火力發電廠 50年代 台灣人做的火力發電廠 它是歷史建物 因此 經過八年的時間 整修跟增加 紅色的線是新增的 對不起 紅色的線是原來的 黑色的線是新增的 從此 十二年之後 這裡是一個講台灣海洋文化的容器 原來的漏眉巢不必重建 可是用意象 這個漏眉巢就是走進展覽館的 這個建築物曾經被拆成這樣子 六年之後 它變成一個 容納海洋文化的一個文化容器 我最在意的就是 不關一 還是簽 最後它的內容 談到三景 我清楚的看到 二跟五跟十一 二 給各位看一下 從廣場的空間 北門要正看 方案十一 北門是側看 巴黎人不會這樣做 我知道 然後呢 因為方案二 它基本上尊重每一個歷史 原始 東向西 再往北看 北是未來的記憶倉庫 這裡面 我可以清楚的感覺到 二跟五跟十一的差別 二 清楚的 它要有一個廣場 我可以騎腳踏車 我可以在那邊吃午餐 我可以在那邊散步 在一個擁擠的狀況裡面 它是尺度合一的 整個來說 這張影像在跟各位說 我不是交通專家 可是我剛才聽到的報告 從速率到回堵 我覺得今天清楚的網路直播 除了這個會議室之外 很多人在聽 我也想要知道 一個故歷史建物的決定方式 可以接受回堵七百五十公尺 那我覺得也是大家各有它的意見 需要可以整合 因此 這個事情 我相信 不是一個建築物 不是一個建築物 它是台北 所以 再把去年的會議 以及我們整個總和的狀況 我剛才做第一次報告 謝謝 謝謝 我想 剛才 提及到 你們的身份 可以 希望 在整個面上 跟大家 麥克風 麥克風 它可以用作文 但是如果 有福利警察 我覺得 希望各位委員 能夠多多可以知道 有對的地方 我想政府也要 他能夠來做負責 即使再大的這些壓力 那如果說錯的地方 文藝 請大家多多多的執政 那接下來 請教在座的其他問題 我們還是提到這三個方案 那麼剛才 方案二 方案五 方案十一 那麼在政法上面 大家都做了一些參與 我感覺是說 看看大家還有你有其他 首先呢 我是 這個剛剛林局長的 發言後 很敬佩 真的是很有世界的一個 這個 視野 真的他是非常 用心 而且勇於承擔 這個是不容易 這不容易 那我現在我要發言的是說 因為上次我建議說 針對這三個案子 做評估 那我更盡力 我就對這三個案子的評估 我列出六個指標 六個指標 那大家就針對這個指標來做 不然的話 因為你如果是從花園什麼 那永遠就沒有交集 沒有交集 一個指標就跟這個 其中 有七個指標 其中有五個指標 是跟這個 山景 這個 倉庫有關 就是他的保存 優劣有關 另外有一個是共同的 就是北門跟山景 另外有一個是整體性的 剛剛這個 林局長也把這個北門 保存在整個廣場的意象 秀出來 我想這是一個指標 就是整體環境的貌貌 這是一個大指標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五積或者栗艦保存它的可親性跟可均性 這是第二個指標 你保存了你要可及跟可親 所以剛剛他講的就是說 這個北門要能夠可及可親 這個很重要 上次我們這個書面上都寫的非常多了 都不用再說了 第三是便宜再活化再利用 這個是第三個指標 你如果原地保存周邊被圍起來 或者是孤島 或者是說 那個都不適合 你要有一個叫做附地 彈性的空間 讓它以後再活化 是吧 剛剛他講的這個幾個案子 有很多都是我親自參與的 這個像那個松菸 還有比如說我親自了解的 就是高雄車站的這個遷移 這個都是事實 因為有時候它是必要的 我們就是公民團體她曾經的意見 那位小姐我很佩服她 非常熱心 可是她第一次在現場 她也講過 不是絕對 如果是有相對 所以重要性有一個相對的價值的話 他們應該也可以接受 我記得她這樣 這是第四個就是原地的意象 剛剛他們那個公民團體講說 原地以外有絕對的指標 這個我比較保留了 因為絕對的指標作用是北城門 因為那個時候它建的時候 一邊是照顧到同安 同安的這個大道城 另外一個西門是照顧到這個泉州 就是三億 三億 因為同安人為什麼到大道城來 就是因為有這個1953年 同安的這個事件 1953年 這個轉租丁野高 丁野高的車 這個拼洞 所以後來同安人才撤身到這個 本來最先是想到這個大龍洞 後來大龍洞就是因為有49天一 沒有辦法在這裡 後來就到大道城 那後來自然環境改變了 淡水油改變了 所以那個萬華開始移城 開始蕭條 然後就大道城開始興盛 是這樣 所以它是兩邊堅固 它是在城中區 但是兩邊堅固 堅固到這個三億 全州的三億 也堅固到這個同安 所以它這個城門它的設置 另外一個是風水關係 另外一個是核印的關係 所以它有這樣 所以今天呢 就是因為有這個北門台北城 所有台北車站 所以才有山井的倉庫 如果不是有這個交通核心的山井 它不會設在這裡 所以因為它這個城市上呢 我想做一點這個提示 所以這個第四點 就是原地意向 當然是利益 原地意向 它比較 不過它不是絕地性 這是第四點 第五呢 就上一次這個明委員講過的 你要考慮到成本 這個成本包括兩種 一個是搬遷的成本 一個是修復的成本 當然就這一點來說 當然原地也可以 不過這是相對性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要分清楚 這麼離庆以後 那你就大家等一下甚至都可以 委員來投票做一個工學 不然個別都講沒有焦點的話 那你永遠就討論沒完 那麼第六點呢 去修復以後 這個保存維護的安全性 就是那個安全 你如果在矮子馬路旁邊不到一公尺 不到兩公尺的話 那種震動將來維護是比較困難的 所以要從這個幾個因素 這是第六個這個評估的元素 第七個這是路行 我把路行交通那放到最後 跟這個交通局不一樣 交通局我過去也跟發展局講過了 所以縮離的時候順序上是因為 從這個別的地方 這個古蹟 這個廣場 這個歷史的脈絡這樣子來 不是從路行來決定 而是從這個來決定 所以最後才是路行 所以我是這樣講 另外我是建議這個交通局 你們現在所看到的就是眼前目前的情形 其實我們做規劃是要看到未來 將來塔城街 就從桃園接應通過來以後 這個交通量不曉得改變多少 還有很多其他的這個環境元素要改變 不曉得多少 這個好像都比較沒有去處理去考慮 我想是比較這樣 路行道安全等等 所以我是考慮到這個七個元素 你三個方案那七個元素 大家可以來評估一下哪一個比較重要 哪一個比較重要 就是這樣 所以我是 我個人呢 我是比較傾向這個 雖然我很配合這個國民團體的熱誠 不過我聽了這麼多 我還是很同意原來的這個第二個方案 比較 當然我有附帶歉意 就是說 將來歉意以後 在原地裡面一定要把它意向的保存 要在地面上 後面上要把那個它原來山景倉庫的位置 它的形狀要把它固執在地面上 然後第二點呢 就是我們要趕快要把這個 建議以後將來的這個修復活化的計畫 希望能夠公佈出來 甚至這個將來的維護修復計畫 我還希望建議請這個熱心的公民團體 我們一起來參加 我們將來怎麼樣活化 怎麼利用 甚至請他們來提供這個將來怎麼樣儲藏 產列這個都可以 就是把這個畫主力 因為他們真的是很熱心 那就把他們的這個意見剛剛納進來 我們一起去在那裡阻擋 不如說我們用更積極的方式 將來建議以後要怎麼樣活化 讓他們一起來參加來討論 那麼這是幾點呢 我的有潛見 就是建立這個七個評估的這個指標 那麼我們來評估這三個方案 哪個比較好 我個人只是其中之一 我不影響這個其他 其他的這個委員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說不定等一下是要公佈還是 這個這個洪毅決還是用這個弊命 因為總是要有一個結論 對吧 謝謝 我們非常謝謝新老師這麼詳細的 給我們大家七個方向的思考 我想就是說我們還是再次強調 不管怎麼做 市政府一定負絕對的責任 但是他可以不做 今天能夠勇於承擔 剛才新老師也特別的肯定 尤其最後還給了我們七個方向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專業思考上面 怎麼樣把這個文資做到最大 這也是我們在內部討論的時候 一直要求文化局 你要強調你任何方案 它的文資的意義 還有我們文資的考量在哪裡 方案二 方案五 方案十一 我們接下來是不是容許 我們先請這個文化局局長 跟大家來做對話 容許的作委員 還有這個關心情的事情 我們來講 臺灣來講 我當然承認作為文化局長也好 或說作為文資審查的委員 乃近說長期一直投入不同領域的文化人來講 面對這個議題 永遠都還是跟大家的心情一樣 它永遠都是良感 所以我們面對這個保存 還有這個 或是改變 它始終都是一個良難的狀況 但是今天我們作為一個委員 還是會回應到這個三個層面 來去做整體的考量 第一個當然說 我們今天所有能夠在這裡 這個充分的討論 然後充分的發表 那為整體的評估做貢獻 很重要的依據的確就是文資法 所以不論如何 一定會去捍衛文資法 跟它所有的實施細則 作為根據 作為很關鍵的評量 那第二個部分 當然絕對要尊重這個輿論 那這個輿論的這個部分 當然就是針對專業輿論 那有關這個 不管是從這個文化庫整體的 這個文資 對不起 就是古蹟跟歷史建築 等等這個審議 那乃至於說 我們今天在這裡進行的 這個臺北市的這個文資神 立委員這些專業的這個 這個議題 輿論 意見 那還有說歷經的 真的是從這個 一百零一年 由漢堡的漢仙 開始主持 那李千浪 這個 立委員 擔任主席 乃至說 這個 在這個 有限的這個時間 和 經費之下 拜託這個 黃世娟老師 黃永元 那還有這個 裕照清老師 那跟這個 甚至包括這個 我們這個 民團 他們特別指出的這個 楊江老師 還有 還有這個 我們在座的這個 張文正委員 他們提供的這個 專業的這個 研究和意見 他在會整這個部分 當然我們一定 一定都 希望全面的這個尊重 因為的確從這個 發展的過程當中 因為 真的非常感謝 這個北三三 還有這個 台北的文資環境 守護聯盟 這些這個 年輕 從年輕到 甚至說 我們這個文化導覽 他們 不斷的在現場 這個參與 幫我們發掘的 相關的新市政 或是種種的 這個觀察 讓我們可以全面的 看到這些 所以 從這個專業輿論 一直到 一般輿論的這個部分 我們當然從這個 我個人是 當然希望說 不只是全面的尊重 而是可以 透過這個做整體的評估 但剛才欣老師幫我們 整理出來這個 其他的這個面相 那真的是 讓我個人 真的非常感佩 是因為 的確 這個在兩難的狀況 也是因為這個 可能這個 其他面相 甚至我願意再加一個 面相 也是讓我個人的確 雖然在兩難 還是必須要去做 這個關心性的評估 的第八項 是在他的實際點 那我先把這個 所謂的實際點 提出來看 他絕對不是一個 只是一個單純的市政 或是說這個 面對交通等等 而是說 坦白來講 作為這個 大家一直不斷的努力 就是說 山景倉庫也好 或是相連的這些 現在 讓民間可以使用的這些 這個方式 他畢竟 他作為他的這個 所有權所屬 是在鐵路局 經過這麼久 這麼長久的溝通 這麼多年的溝通 包括 這個我的同仁 實際上 他們真的也非常辛苦 每隔一陣 就必須要提醒 可不可以 讓他們善盡 這個 保護保存 維護管理 甚至維護他最佳品質 作為這個 歷史建物的這個可能 但是事實上 一直都非常辛苦 一直等不到 現在這樣子的最佳時機 他們願意 他們願意 這個協助這個 師父 協助所有關切 這個文化資產的人 一起 來做這個 重新的這個 平估整理 然後來去捍衛這個 文化資產 所以我最後用我這樣子說 就是說 我真的最關切的這個部分 還是說 這麼珍貴的這個文化資產 作為歷史建築 在他可以被允許的範圍當中 我們現在看到他這樣子的破敗 不被重視 甚至我們 如果沒有辦法全面的透過 那個 拆解 去瞭解 到底 哪一些構建 應該被 這個完成的保留 哪一些這個工法 才是對他 可以發揮最佳的 這個保存的價值 那 也 沒有辦法這個掌握說 終於 這個 在事權可以這個 統一的狀況之下 讓這個民間 官方 學界 乃至於說 所有 對於說 這個 進入所有權的所有人 鐵路局 都願意 從大方向 那個大區塊 重建這個 文化景觀 然後透過山景 本身 來去凸顯 所有我們過去 可能曾經犯過的錯誤 或是傲慢 或者是說 輕忽 甚至 曾經 大家都 不願意正面面對 這一切 能夠 獲得 這個 凸顯 所以 我在這裡 希望 針對 以上的幾個面向 也是 希望大家 可以 協助 在這個實際點上 掌握最佳的 這個實際點 重新 讓我們 能夠 好好的照顧 今天 引起這麼大的關注 補課始終沒有辦法完成更確切的測試 分析 調查 研究 甚至評估 整理 為他 謀求 最大的保存 最佳的保存 讓他 浮顯 他最高價值的 這個 可能實際 以上 謝謝 好 我們在座委員 還沒有辭教 來 請 我剛剛聽了民間團體的簡報 我真的覺得我們台北的一些民眾 我相信他們花了很多工工 不知道他們的會議圖嗎 就是這樣 那民局長的報告我也看得出他也投入很多 我想講一個故事就是說 我不知道 剛剛他們提到就是說 如果都不動 然後維持那個路線 那交通局認為他未來的外溢的那個impact 對我們整個都市的社會成本或其他會多少 我就要讓他們清楚 我就不是只有說行或不行或這一點 那因為我以前在費城念書 費城的那個火車站前就像這個 他那個市政廳是歷史建築的 是古籍是 整個區都是歷史建築 可是他因為要坐地鐵 因為要改造那個地區 所以他整個工程大概差不多快20年 因為他變得要挖一點做一點挖一點做一點 所以整個都市是真的suffer20年 可是市民認同 全部的市民會支撐說 因為我是一個獨立紀念廳 然後這個地區又是廢城 美國的這個獨立戰爭 所謂的制限非常重要的地方 那那時候的交通黑暗期比起我們以前20幾年前在坐地鐵還恐怖 那真的是做了20幾年 你每天就這樣走在那個鋼板上 然後你沒有辦法很快的穿越 但是那個就是說 一個都市夠成熟 所有的市民會接納說 我這個城市我要保存 那我要怎麼做 那所以我是希望是說 剛剛市民所提到的就是說 其實他們剛剛畫那個圖 確實是跟我們那個圖不太一樣 它有一個中道 那如果就我的個人的觀點來看 剛剛老師有提到說 所謂的可親性 如果說市民覺得我可以這樣畫過去 我可以做交通管理的話 那也可惜 那只是說 如果剛剛說 我看聽交通局所提到的是說 因為要到那個中校橋 你本來是發現到 那你就要縮到那個橋 一定有很多交通的陰陪 我覺得那個交通的陰陪 應該不是只有這裡 它是就得外溢到整個都市 然後市民的上班時間等等 如果這一點能夠說清楚 說服市民的話 我不認為民眾是那麼說 我非得怎麼樣做 因為答案沒有唯一的 那剛剛我覺得市民也提到一點 就是說 2050年的計畫願景 我覺得市政府也應該讓民眾知道 我記得上次張老師有講 假設我現在的儀 能夠有好的技術 不管防震 我覺得也要不好意思說 如果我的真正剛剛講的交通減量 能夠做的時候 我有沒有沒有機會再回來 其實我覺得那個市應該有機會 只是現在可能沒有馬上 因為我剛剛就一直在想說 八線道是為什麼要八線道 因為太多公車經過那裡 那所有的公車有 因為很多民營的 大家都要走黃金路線 我相信這個協調是 不是那麼容易的 可是我們要不要做 我覺得交通單位或叫什麼公車處 應該要把這個當作它一個 至少是忠誠的一個願景計畫 那我們才可能看到2050願景嘛 我相信那個西區門戶意向 也就是2050願景中間的前段 那我覺得那個picture要讓大家能夠看得到 我想剛剛林局長所提到 那些好的空間確實是可以營造出來的 可是那個quality of life 或那個quality of the都市 它的那個尊嚴要說服大家 那我們也可以去想像 可是我覺得真的這裡面交通不是唯一 可是它的影響確實是這裡面非常的關鍵 所以比如說剛剛我覺得像北門 要不要跨過去 如果大家都可以用交通管制 紅綠燈我們的速限是30 我覺得那是可行的 但是這個東西我們的市民可不可以接受 我相信還有另外一派 所有的廣大的市民是需要考慮的 那我覺得我不知道 我真的很想問一下 我們今天這個決定 有這麼急嗎 有沒有一點機會來看一下 我講的急不是說不能做 我們是不是 我記得上次有提到說 包括黃世堅老師的研究 還有交通的部分 可不可以再給一點時間 那我認為溝通是可以解決的問題 那我想做提出我的看法 謝謝 好 謝謝 楊偉元太郎 我想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個人的了解文化劇通人 在這個文字這個保存上面 尤其是三金倉庫 到底是簽文 真的是費勁的不是 那麼在這裡面負責最多的是田副局長 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 那個再跟委員老師報告啦 那我們大概前幾次也講很多了 然後從去年底大概有討論 包括前幾天我看到黃衛茂老師 還在我們局長上面講說 我在那個上面做一些表示我認錯的地方 其實我再次在這裡 也是謝謝主席有機會 我跟黃老師講的 不一樣 就是黃老師或許覺得應該 有一個基本的基準來決定 這邊哪些可以哪些不可以 但是我想跟黃老師講 過去的二三十年來 大概在台灣還是以都市計畫為基準 在日本可能都市計畫裡面還包括幾 但台灣是因為文化局跟國度發局分開的 在日本是一起的 但是我聽了一部分 我們剛剛或許不是那麼認同林局長的一些朋友講話 我覺得林局長已經滿文資的啦 我必須講一句話是 是這樣 他有這樣去想 那我要講的東西主要就是說 不管怎麼樣就是說 在這個計畫裡面 包括前面在做相關研究的人 已經有文資的考量 那文資的考量包括幾點 剛剛包括幾位委員也講 譬如我們看到那個軸線為什麼要南北向的廣場 其實市府包括市長的政策裡面 為什麼希望有一個南北向的廣場 那是跟整個台北城的發展脈絡 站在文化的角度是相關的 那再進一步就是說 當初提的是希望 山景謙是希望他的周邊有更好的發展環境 他不要單獨的掛在那裡 那可親近性跟以後的經營管理都會很麻煩 那我們這一鏡也修正 其實裕老師的那個文章裡面他修的比較多 他是把山景放在更中間一點 讓他周圍都是腹地 那我也看到都發局經營建把修出來 那回復到日本時代的那個台三線的感覺 那只是宜的位置 我必須說真的宜的位置 但是宜的位置其實還是象徵的 他是台三線上的捷舞 只是大家能不能接受現在把他移在那裡 那交通的部分我們不去討論 那我們局長非常用心 他也提出這樣infobox的概念 從他來到現在這兩個月 其實他對這邊琢磨非常多 他希望加在這個空間在 我跟各位報告大家去看的 其實這個建物真的是 我看只有兩面的牆可以用 就是正面跟他的右利面 他連後側面都是加蓋的 那左側面是跟那個文森那一排連動的在一起的 其實根本沒有牆 那前面如果在馬路邊保留 其實他也要整個拆卸下來 那他距離馬路那麼近 那請問他將來的風險是不是很高 我們也當然希望如果有一個設計 是能夠真的讓他能夠活得夠久 能夠活得夠長 能夠在我們都不在這邊的時候 有一天他是被考慮以為去的 所以就這個角度來講 其實在利用的方式上面他也去想了 就是說可能各位朋友很在意他卡在那裡 他就是一種感覺 我自己也是文資所畢業的 我知道你們在想什麼